你好,又是陳欣明,Young Man 在這裡跟大家說話 到現在都不是很自在的 我覺得是很想輕鬆些 多些,互動些 但好像說了都是很正經的 上個星期去一個堂會講道 那個牧師就問我 陳牧師,有沒有PowerPoint? 怎樣介紹你? 那我就 PowerPoint從來都是回答 沒有啊 又撿人口水什麼? 沒有Power,又沒有Point 但是那個牧師 這次很自在 他問我 有PowerPoint? 我說沒有啊 他說,牧師你自己就是了 哇,那我聽了之後 覺得是很舒服 沒有一種的壓力 那他問我怎麼介紹 介紹自己 那我當然有得介紹 現在我有一個新的名銜 叫做某一個體育節 先進體育運動的70歲至74歲組別 的那個100公尺短跑 金牌得住 那說這兩件事都得意的 一樣就是 關於PowerPoint的事呢 我們這些老人家 我們這些老人家呢 真是一直都是相信 我就是盡力去分享信息 那就交託住 今天有一次有一個 一個不知道什麼場合 就是一些的同工 傳導同工大家說話 那一個年輕的同工 就很認真地說 其實現在跟那些青年人 講到呢 你沒有PowerPoint呢 沒有Visual 8呢 你差不多都不用說了 他們是裝不到進去的 那一直就是好像大石壓心頭 那OK咯 那我接受的 就是接受自己會outdate的 接受時代會過去的 接受時代會變的 那不過今個禮拜日呢 就好像重新得到這個翻新 你就是PowerPoint了 你本身就是那個 就是令人接收信息和消化的 那只要介紹我呢 這個我就說明 介紹了我這個 短跑金牌呢 就不准笑 那就是大家有默下玩一下 因為在那個跑那次呢 就是跑道上有四個人的 有四個組別的 你知道先進運動會呢 就是講你的組別來到比賽的嘛 那他六十幾歲的 那他跑點都是他六十幾歲 那組他贏的啦 那七十至七十四呢 就有兩個 一個呢 就一向都是很厲害的 就是全場冠軍那些來的 那另外呢 有一個就是八十四歲的 你知不知道四個人跑呢 我跑第幾個 原本我是跑第四的 連八十四歲的那個 內地利的高大威猛的 阿伯都跑得比我快 但是呢 那個本來全場冠軍的呢 這次就失題了 一聲就跌倒了 那我當然是可以衝前啦 不過我又 因為已經經驗過 有一次呢 就是跑第三個 跌倒了 結果我跑了上去 就我得第三了 那這次我覺得 沒理由人家跌倒了 我不學習這個 過去慘痛的經驗啦 我就要謙卑一些啦 回頭扶起人啦 那結果呢 他可能是養我啦 最後呢 就是四個人 搬到下屋第四個 就得到第二了 所以就不准笑了 不過很開心 今天又可以跟大家 來這裡分享 因為在這一段的日子呢 大家常常問個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 可以活下去 怎麼這麼多的變化 這麼多的壓力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撥呢 那我也很開心 上個禮拜 我分享的訊息就是 說 好像西花雅這一段的聖經裡面 是最後那一段的高潮 那個高潮的聖經呢 也都是我記起 王明道先生他受苦之後 他簽個悔過書 然後再為他的悔過書悔過 但是人都不讓他悔過 在那個艱難的歲月裡面呢 他藉著這一段的說話呢 重新是得到這個力量啦 那就是一個安慰的訊息 那就是石安的文啦 應該當歌唱 以色列的文啦 應該當歡呼 耶路撒冷的文啦 應該當滿心歡喜快樂 即是我們可以怎樣快樂呢 即是如果環境都令到我們很抑鬱的 很多困難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呢 如果被那個環境 將我們擲 擲了 是綁死了 是看不到那個環境意外 看不見 就是 上主仍然在工作著 而且聖經都有這樣的鼓勵 還有這些命令呢 就是要起落 要靠主上上起落 就是可以由內裡面 是 博通上面 裡面上面 一路通著 就不讓外面 來到 決定我們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 這個都是我們很重要的 記得要笑 記得要靠主 仍然有那種快樂 那快樂是怎樣的 那 如果你肯 令到自己的樣子 笑多些 在心裏面多些笑 或者是 心裏面裝載多些幽默感 多些笑料 多些括達 多些信心 那也許就是 叫自己笑 你要起落 命令你要起落 那就是 如果我們 有這個命令 我們都不做的話 那我們真的 就整天都是 烏味得睡 合睡 總之就是 好像打敗了 輸了 那西花瓦這裏 叫當時的 以色列百姓喜樂 其實之前就說了一堆 事情 說了 神一定會審判全地 包括他的百姓 都要受審判 外邦人受審判 但是 來到最後這一段 始終有一個安慰的訊息 我相信我們的主 今時今日 對我們處於這個 無論什麼環境的人 其實他都仍然是想告訴我們 我們要警醒的就是 遠離惡事 不要得罪上主 不要傷害他人 也都不要沉醉在這個 權力蜜辱的遊戲裡面 以示我們 迷失了自己 始終都要向他交仗 都要受他審判 但是 在這個警告審判之中 我相信 主的心意其實 他願意萬人得救 他真是願意 哀嚇的能夠寬笑 脫去馬衣 穿上跳舞衣 這位仍然是我們的主 他仍然在做這些工作 王明杜先生 當時苦不堪言的時候 他再重溫這個經文 主叫他不要害怕 不要憂愁 因為那些仇敵 他會處理 那些災禍 都不用怕 不要守軟 要歡呼 要喜樂 就是要仰望主 因為他是拯救的神 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仍然是掌管 這個宇宙萬物的神 而且他會跟他的百姓 是同住在一起的 他在你們中間 必恩你 歡恩喜樂 默然愛你 那就是 好像 靜靜地陪著你 向你歡笑 當然這個 希法萊文的默然 適經者就說 也不只是這樣 靜靜地 這個可能不是最正確的 可能是說他以新的方式 或者是他停止了 制止了他的憤怒 無論如何 他是愛我們 他是想我們歡笑 我希望你都能夠 靠著他歡笑 那最近有人問我呢 欣賓你在玩什麼 我正在玩這些東西 就是 好像無聊一樣 其實都是一種音樂 來的 那這個我是 70年代 做著稀皮仔的時候 然後呢 別人給我的 後來 再送了一個 那我跟著呢 買了自己最貴的那個 是 阿爾泰山脈的 大家記得玩 記得學新的東西 記得笑 因為主 是向我們 施恩 他愛我們